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据台湾皮肤科医学会最新民调显示 有两层受访上班族表示成就医诊断有灰指甲症状 另有三层受访者未就医但怀疑自己感染灰指甲 真的彭医师提醒 会感染灰指甲与环境、字体因素都有关系 要特别注意下面四点 每天穿同一双鞋或是不爱穿袜子 脚又容易流汗的人 鞋内就硬闷丝滋长霉菌引起感染 下雨让湿度提高 若是鞋柜摆在室内通风很差 也容易让鞋子变成霉菌的温床 硬闷是环境让霉菌增加 但如果字体免疫好也不容易感染 最怕是有免疫功能差 像是糖尿病患者 皮肤平常差就会让霉菌伺机而入 还有还有像是踢到脚趾、穿高跟鞋挤压 或是指甲剪太短有甲勾炎 伤口就会让霉菌入侵 若颜值治疗还可能变成蜂窝性组织炎 所以如果指甲开始有变形变脆 色泽变暗、变黄变灰等症状 还是要赶快就医利用抗霉菌药物治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